外媒最新爆料,华纳被迫重启BC宇宙的真正原因,其实是在于英雄战力出现了无法弥补的硬伤,而这个硬伤,却不是来自于亨利卡维尔扮演的超人,而是盖尔加多版的神奇女侠,众所周知,为了对抗如日中天的漫威,华纳赶鸭子上架推出了一部正义联盟,可拍出来后,就被网友戏称是超人和他的五个挂件,后来在粉丝以及几位主演的强烈要求下,华纳最终被迫请回了导演扎克·施奈德,重新制作了扎 扎导版正义联盟,这部影片无论是在特效场面,还是剧情深度上都彻彻底底的碾压了维登版正义联盟,豆瓣上维登版仅仅6.3分,而扎导版直接冲到了8.1分,尤其是那场神话级大战,由宙斯率领的奥林匹斯神灵,联手地球黄金时代的各路英雄大战达克·赛德的那段剧情,更是点燃了全球影迷的热情,可没想到也正是因此产生了一个逆天级的错误,战场上阿瑞斯神勇无敌,甚至一斧头重伤了 黑暗暴君达克·赛德,虽然说有宙斯等其他神级英雄的帮助,但也的确体现了战神阿瑞斯的强大,可这就和前面的剧情产生了巨大的矛盾,强大的阿瑞斯又怎么会莫名其妙会败在神奇女侠手上呢? 要知道荒原狼降临后,可为横扫整个地球,包括亚马逊和亚特兰蒂斯一系,没有任何存在能够与之抗衡,就算是扎导版的剧情中,也只不过稍微增加了其他几个英雄的作用,如果超人不出场 神奇女侠和其他几个英雄加起来都不够荒原狼一只手挡的,而荒原狼也不过是达克·赛德手下的一个先锋官而已,这样前后战力就彻底崩塌了 有的小伙伴认为,对抗达克·赛德的时候是一场全球性的大战,作为战神的阿瑞斯应该是获得了战争原力的加持,可立刻就有网友反驳,阿瑞斯在对战神奇女侠的时候,也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,作为幕后非手的阿瑞斯,也一样战力惊人,这样大的剧情硬伤就连扎倒也无法自圆其说 如今,阿瑞宣布重启整个DC宇宙,与其说是破斧沉舟还不如说是破罐子破栓,要知道在如今,观众普遍对超级英雄已经有了审美疲劳,如果没有突破性的变化,是很难让观众的